是军军奥运会的两周年纪念日 庞伟是宝定人 宝定自古就是习武之乡 宽泛的讲射击也算是武行 保定 庞伟的一位小老乡郭悦进从小练习武术 在旁人眼里练武术已经练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他与妻子的婚后生活有的时候也可以迸发出一些火花 郭悦进的这家练武厅盖在楼顶 从楼顶垂下的大绳是每天早晨必练的项目 一条大绳不费什么钱却很吃功夫 郭悦进没有任何保住措施 仅依靠双臂的力量 最快可以在20秒钟时间内爬上15米高的房顶 我们在这里当然要加一具危险动作切记模仿 他这个大绳最有危险性 他没有保护措施 能增强你的胆量 一般人是爬不到的 郭悦进还发明了一个摔不坏的训练器材 他在墙壁上安装了一排钢管 目的是为了锻炼食指的抓扣力量 食指紧扣钢管来回移动身体 这样的训练在熊县只有郭悦进能够完成 郭悦进的家在宝丁市熊县的常庄村 冀中平原上宝丁熊县坝州一带 自古就是战火不断 习武之风盛行 在常庄村也是一样 不练上几手似乎就不是本村村民 小时候吧 老受气 老挨揍 把书包都给我撕了 没办法 怎么办呢 跟我老爷爷学拳 郭悦进的老爷爷 是本村一位功夫不错的拳师 为了不再挨小朋友的欺负 这位老爷爷就成了 郭悦进武术上的启蒙老师 学了这么一年多 手也快了腿也快了 基本上就不爱揍了 郭悦进长大之后打过工 吃过苦 后来与妻子一起做服装生意起家 慢慢积攒起家庭 现在由妻子打理生意 郭悦进负责在银行里取钱存钱 其余时间专心练武 郭悦进的一个举动让人感到疯狂 他花了十万块钱建了这座练武厅 脚脖子往上 吸血往下 迎面功 同样是练武的人 郭悦进与众不同的是 他善于发明各种练功器材 这些器材都是他亲手制造出来的 他们买的这种组合健身器 如果练武术用的不太顺手 这些买的设备 郭悦进基本不用 在这里反倒成了摆设 它是练不到极限的 你只有自己做的东西才能练到极限 以前郭悦进当过木匠 有过一定的木工基础 现在他突发奇想 准备做一个木人庄 这口大锅足有二百多斤 他把两尖活开以后 才能长臂力 他在山里加几十个铁球 然后转开 一个铁球六公斤 如果加二十个铁球 就是一百二十公斤 能让锅里这么用膀子转 那两网的力量 一较进就几百斤的力量 本来可以出去挣更多的钱 却成天关在家里搞发明 郭悦进到底是聪明 还是脑子有问题 他的妻子可是懂得辩证法 他就是傻 但是他对武术他不傻 他那个脑筋动得比谁都快 东西做得比谁都好 我带着东西就是原意打拳 打拳的时候 他有一个双手推掌 我感觉这个双手推掌 广州空做的话 没有意义 我就想着有一个方法 解决这个推掌无力的问题 下边加一滑轮 自己就往回来的 因为它是个鞋的力量 回来的时候也要接 推的时候也要使劲 这就一百多斤 这一百多斤 这二百多斤 再加这个一百多斤 这三百斤的力量 需要腰腿配合 那个力量要发到一点 打人就要一点 经过三天的打造 牧人庄做成了 我爸我妈是心疼我 怕我练坏了 怕我练得走火入魔 其实我是没事的 他就这么执着 你知道吗 他就是玩命的 我还是玩命的练这个东西 食匹马也拉不回来的 这种劲头 就是这个感觉 郭月进的父亲 在建筑队里当工程师 他让父亲从建筑工地 找来一些石子做纱带 准备练习铁纱掌 不信了这个石子 谁打 叫这一公分左右的 这个小石子还行 还想干的事 对 还想干的事 谁干臭的不行 建筑工地用砖的标号 有70号和100号之分 要建10层以上的楼房 必须用100号砖 它更结实 更硬 郭月进练硬工 选的就是100号砖 钻人的东西咱们不能用 是吧 什么叫钻人呢 哎 你看 太近了 这个砖太近了 哎 转空转 不干了 你去看 往后转 那一转 大家就是在看 放在这 不能动 这砖 这是不能动的 但是 咱们叫的是这种 这种效果 必须是这种 这种砖 大出来 你才能练 才能练成了 父亲没能找来 更合适的石子 郭月进先用绿豆替代 我试着打了一个月的2000下 打完以后 就感觉 有一种热气在蒸 打完以后那种感觉 特别舒服 为了保护双手 郭月进买了些药水 涂抹上去 效果不是很好 他决定自己配置一副 消肿药 对于药物 郭月进比别人更有认识 这和他多年前生的那场大病有关 很厉害 这个情况不是很明显 就是具体什么病 他们也查不出来 他们诊断是白血病 其实不是 只能是回家 就是等死 那意思了 当年他吃了很多药 可是40度的高烧 一直不退 郭月进躺在床上 迷迷糊糊 嘟嘟囊囊 两只手也在胡乱比划着 就在那个情况下 烧得那么厉害的情况下 他嘴里说的话还是练武 有病也要坚持 是一种快乐 三四天以后 挺神奇的 慢慢慢慢就起来 就开始一开始走 后来就能跑 说不清什么原因 郭月进的病 好吧 郭月进坚信 是他自己练武的意志 战胜了病王 从此对武术更加着魔 就武术好像给我一种 无形的力量 在我心中吧 他的作用 要比这个什么什么 跳舞啊 唱歌的这种作用 要大得多 郭月进生了一对双胞胎 女儿叫小美 儿子叫小好 名字合在一起 取义美好 玩耍的时候 郭月进是位慈父 练武的时候 马上变成一位岩师 看了吗 小好第一个 五十架啊 这筋呢 这 不喝个这个 没 看到郭月进和孩子们 都在锻炼 这边 妻子也有所行动 郭月进知道 妻子最近 为什么这么积极 他没就那么小不了 这个 苦药 儿子薄 在这间练武厅里 就出现了 这样一幕 说不清 是在减肥 还是在娱乐 我减肥 就是让月进看着漂亮 找回从前的那个感觉和影子 这是郭月进夫妇结婚时的合影 郭月进经常拿出照片 与妻子现在的身材 做一番比对 作为女同志来说 妙她点 还是比较好一看 好看的 谁不喜欢 个人的媳妇 照着尊点 是吧 一边是武术 一边是妻子 在郭月进的心里 到底孰清孰重 妻子知道答案 尽管这个答案 并不甜蜜 无论什么情况 或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他可能放弃我 但是他不可能放弃武术 武术对我来说 是一种放不下的东西 他们两之间 就是谁不能代替谁 那非要想的话 武术肯定我丢不了 放弃不了 小时候练武术 是为了打架 现在一身功夫的郭月进 却再也没有打过架 他对武术 也有了新的认识 就练武术 有一种精神 它能增长你的信心 改善你的人生的世界观 能净化你的心灵 郭月进的这家电影 郭月进的这家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